一个是在水面上游,一个是在水下游,把它们养在一起靠不靠谱呢? 需要制定一个怎样的饲养管理方案? 大闸蟹、互联网这两个不同领域的东西也能有交集? 通过网络来饲养管理大闸蟹,这样的科学手段如何实现? 本期农广天地跟您说说科学混养鹅和鱼以及大闸蟹预见物联网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看农广天地,我是曾璐 鱼鹅混养是鱼木联合综合养殖模式之一 经过形成人工复合生态系统,既充分利用了水面又增产降耗 近年来,不少养殖户开始投入到这样的混养模式当中 养殖效益十分显著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前往江苏省滨海线 看看那里的人们是如何实现鹅鱼混养的 早上八点钟,小王准时把这浩浩荡荡的鹅群从鹅舍中赶出来 别看小王年纪不大,他已经是江苏省滨海线,远近闻名的养鹅大户了 随着养殖规模的越来越大,一些养殖时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鹅呢,它的那个分面排放量越来越多 所以呢,导致这个水里面的细菌比较多 鹅呢,喝完了这个糖里面的水啊,就是体质变差 有生命也有一些伤亡的,就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个 这段时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小王 今天,镇上有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的定期培训 忙完手头上的工作,小王赶往培训会 期待这一次的培训能有所收获 这次培训的朱江老师是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的黄老师 他在培训时提到的一项技术引起了小王的兴趣 那就是鹅鱼混养技术 黄老师提到的鹅鱼混养就是在池塘、水库及河道中采用鹅鱼立体化混养 通俗的说,就是鹅和鱼一起饲养 为什么它们之间可以混养呢? 因为鹅的肠道比较短 这些饲料呢,在鹅的肠道里面没有经过充分的消化吸收以后 就被排出体外 那么这个约30%左右的未被消化的饲料和鹅的分辨呢 正好是我们一些杂湿性鱼类的很好的饲料 由于鹅是草食性动物 也就不用担心它会把鱼苗吃掉这样的问题了 那这种鹅鱼混养的养殖方法 适合推广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适用于所有的鹅肠呢? 鹅鱼混养的方法可以推广的范围比较广 全国适合养鹅的淡水区域都可以实行这种养殖方式 但是对鹅肠的建设有一定的要求 最重要的就是水深 深度要在1.5米以上 有利于鱼类的游动 池塘面积不小于5亩 便于鹅在水面上活动 小王这个鹅肠里养的是肉鹅 一般养殖三个月左右出栏 咱们就按照他的这个养殖场来算算 这鹅鱼混养具体的养殖周期是怎样的 每年4月份 小王会构进鹅苗 同时构进鱼苗 实行鹅鱼混养 羊肢三个月左右 鹅长大出栏 鱼在池塘继续饲养 这时 构进第二批鹅苗 羊肢三个月左右 第二批鹅长大出栏 这时候 池塘里的鱼也就基本达到了上市规格 这样也就到了10月份左右 江苏地区的水温已经下降 不太适合继续养鱼 所以 第二年的4月份 再开始新一轮的鹅鱼混养模式 确定了养殖的周期 小王开始了第一批鹅鱼混养模式的养殖 实行鹅鱼混养这种养殖模式 对肉鹅品种没有要求 出生4到5天的肉鹅苗就可以进行放养 鹅的密度要控制在每亩水面600到700只 鹅苗到位之后就要考虑鱼的放养了 在这方面 小王有了疑问 首先就是选择什么品种的鱼和鹅一起养呢 比如我们常见的连鱼 雍鱼 鸡鱼 这些对水质要求不高的鱼呢 都可以作为我们鱼鱼混养的鱼 按照这样的要求 小王选择了 连鱼 雍鱼和草鱼三种鱼类进行混养 选好了鱼种 鱼的规格和放养比例 有什么要求吗 黄老师告诉小王 每亩水面的养鱼密度在800至1000位 连鱼雍鱼都是中上层鱼类 草鱼为中下层鱼类 所以 连鱼雍鱼与草鱼的比例 按照7比3或者8比2都可以 连鱼雍鱼放养的比例没有要求 放养大规格鱼种 每尾鱼的规格不低于70克 这样 鹅和鱼这两个新邻居 开始了大火过日子的生活 鹅群饲养的第一个月 小王仍旧按照以前养鹅的习惯 给它们一天三次四味 由玉米 稻谷等原料搭配而成的配合饲料 每只鹅每天的四味量 在体重的3%左右 由于现在的除鹅还不能大面积下水 只能在靠近岸边的水面上吸吸 不能自己采食池塘中的水草 所以小王在给它们喂完饲料之后 还会给它们喂一些水草 水草四味量为每只鹅 每天0.5千克左右 虽然这时候的除鹅不能大面积下水 但是它们在岸边 或靠近岸边的水面上活动时 所排泄的粪便 仍旧可以进入到水中 并且这时候 池塘中的鱼也并不是太大 鹅粪中残存的营养物质 还有水中的浮游生物 能够满足鱼的生长需要 不用再单独给鱼喂饲料 在日常管理上 小王也按照之前养鹅的经验 认认真真的进行场地消毒 给鹅舍最常用的消毒方法 是直接撒生石灰 小王在实行了鹅鱼混养之后 也不例外 可是在黄老师检查养殖情况时 看见了鹅舍中 发白的地面 便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你是用的生石灰消毒毒吗 对 那你的水面用的什么消毒 水面里面消毒 就是听人家经常养育的人 所以用的大氧化率 效果比较好 如果你这个里面用生石灰 水面用二氧化率的话 这样消毒效果会非常不好 生石灰是碱性的 而二氧化率是酸性的 鹅舍里面用生石灰消毒以后 鹅的脚汤里会占有一定量的生石灰 大鹅下水以后生石灰和二氧化率 发生酸碱中壳 这样对鱼和鹅的消毒效果都不好 如果在水面上用二氧化率消毒以后 在鹅舍里面可以采用一些 比如我们经常用的含点酸性的消毒液 这样消毒效果会比较理想 如果说前期的管理是以鹅为主 那么在鹅逐渐长大的同时 池塘里的鱼也茁壮起来 这个时候小王的任务多了起来 不仅要继续照料好鹅的生长 也要兼顾鱼成长的品质 我们来看看它具体是如何管理的 鹅生长到两个月的时候 进入到青年鹅阶段 为了预防鹅群的肠道寄生虫病 小王会每隔两个月定期的给鹅进行驱虫 就是把阿维菌素拌在饲料中 给鹅进行刺猬 而这也是很多养鹅户常用的驱虫方法 这样刺猬鹅群不久之后 在一次日常的巡堂中 小王发现了水面上漂浮的几条死鱼 这一次鱼的死亡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出现这种情况 小王赶紧找来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的老师们 让他们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师跟着小王在鹅厂转了一圈 最终在盆里的鹅饲料里找到了问题所在 其实就是在鹅饲料中添加了阿维菌素的原因 单纯养鹅的话 利用阿维菌素给鹅驱虫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今应用在鹅鱼混养中 却是一项危险的措施 对于鹅会员来讲 我们可以选择一种 对鹅和鹅都安全高效的一种去虫药 比如说阿本达座 阿本达座的使用量 为每千克鹅体重25至50毫克 更换了药物之后 鹅的肠道寄生虫病 仍旧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 并且对鱼也没有危害 除了更换了蛆虫药 鹅群饲养的第二个月 小王给鹅准备的饲料和以前一样 但是在饲味量上有了变化 这个阶段 每只鹅每天的饲味量 为体重的5% 此时的池塘里水草比较丰富 所以这阶段的鹅 不用再补充轻饲料 池塘里的鱼越长越大 这个时候 小王决定给这个阶段的鱼捕饲 最近鱼儿混养 就是鱼两个多月了 我感觉鹅的粪面 已经不能够维持它正常的肾脏饮食 所以我又自己加了些饲料 加了些饲料之后 就是鱼出现死亡 水质变得越来越差 鹅就是垃圾 毛色乱 不肯采食 这种症状也会逐渐的发生 说起养鹅 小王的经验还算是比较丰富 可是养鱼还是头一次 看来还是得问问老师才行 鱼盒放进去之后 鱼越长越大 它的需要的饲料也会越多 同时呢 这个鹅的 它因为这个身体的生长 它的排泄量也会增加 也就能够满足鱼的生长需要了 如果我们再添加饲料 会导致呢 这个饲料跟那个困难 利用不了 产生有害的细菌 对鱼还有鹅的健康呢 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听从了老师的建议 小王及时停止了对鱼的思维 解决了众多问题之后 鹅鱼终于和平共处了 鹅群饲养的第三个月 小王再次给鹅群调整了思维量 把每只鹅每天的思维量 增长到体重的百分之十左右 而鱼群照样不思维 人工饲料 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这批鹅到了除蓝上市的时候 第二批鹅厨 接着来到这里 由于这个时候是七月份 这样的季节里 水温也足够高 鹅厨的粪便 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分解 可以满足水底鱼群的摄食量 等到八月份 鹅厨生长成为青年鹅 可以完全下水之后 充足的鹅份 继续供给鱼群食用 当第二批鹅也出栏之后 也就到了九月下旬 池塘中剩下的鱼 因为温度的降低 食量也会下降 池塘里的水草和一些浮游生物 可以作为鱼的饵料 除此之外 还要给鱼四味 人工颗粒饲料 为三到五天 四味一次 投尾量 以整齿鱼体重的 0.5%至1%为最好 了解了鹅鱼混养的新模式 接下来 要向大家介绍的是一个 更为新鲜的事物 这就是农业物联网 从字面上 我们不难看出 这是一个关于农业生产 物物之间的网络 那么它到底是如何形成 又是如何运行的 下面我们就以饲养大闸蟹为例 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西风响 谢脚痒 敲着一个个横行的家伙 张牙无掌 一见人就躲 一溜烟的功夫就不见了踪影 这样身强力壮 一定是他们的主人细心照料的结果 农业说 蟹靠水养 水靠人养 水质好坏 直接关系到大闸蟹品质的好坏 尤其是在水中的溶氧量 大闸蟹 适宜生活在溶氧量为 每立方米水体 三至五毫克的水中 但是水中的溶氧量 容易受天气等外界因素的影响 突然的阴天 雷雨天气 会使水中的溶氧量降低 于是大闸蟹活动减慢 不爱吃东西 不吃东西 大闸蟹怎么会长个呢 一旦大闸蟹缺氧 就会导致死亡 所以 长久以来 大闸蟹养殖户们 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都要寻糖 时刻观察他们的设施 生长情况 完全凭借养殖经验 来判断是否缺氧 发现缺氧后 才会立即打开增氧设备 给大闸蟹增氧 原来呢 就是一个糖口 必须要有一个人 所以在我这边 所有的糖口 要四十多个人 就过一个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 就要起来寻糖 去看糖 晚上不睡觉 起来看 因为晚上水中的溶解氧变化大 而螃蟹又是咒服夜出 晚上才出来活动 更容易出现缺氧现象 为此 晚上寻糖更重要 就是这样 养殖户们每日寻糖 十分辛苦 可是 当我们来到江苏省 宜兴市的养殖池塘边时 我们却发现 这里竟然很少看到 蟹农们忙碌的身影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地的养殖户说 过去养螃蟹 就是每天晚上都要出来 查查糖口 有没有错样 现在用了物联网 就是只要在家里面 电脑上 手机上面查找一下 如果发现错样了 就点击一下就开了 所以特别方便 物联网养大闸蟹 这物联网 这又是什么呢 物联网是最近五六年才发展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 它是传统上互联网的一个延伸 大家都知道 互联网是把世界上所有的计算机连成了一个体 所以叫互联网 那么物联网呢 就是把世界上所有的物体连成一干网络 物联网是指通过各种信息传感设备 实时采集任何需要监控连接互动的物体或过程等各种需要的信息 与互联网结合 形成一个巨大网络 目的就是实现物与物 物与人 所有的物品与网络的连接 最终方便识别管理和控制 为了能更深入了解 我们来到国家农业物联网示范基地 江苏省宜兴市 因为大闸蟹是江苏省水产养殖的主导品种 下面就来看看 这平日里威风的大闸蟹 遇见了高科技物联网 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 在节目开始 我们提到养殖大闸蟹 需要养殖户整日寻堂 费时又费力 十分辛苦 于是 在江苏省宜兴市农林局 与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技术人员们 运用先进的物联网技术 研发出了一套专门针对露天水产养殖的 水产养殖智能监控系统 水产养殖智能监控系统是物联网技术 在农业领域的创新性应用 它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感知 现在技术员正在安装水质传感器 建立水环境监测点 它包括太阳能无限水质采集器 和智能水质传感器 包括液氯素 PH 溶解氧和浊度等各种水质参数的传感器 这些传感器其实成为了被赋予思想的物体 由它代替养殖户 去随时感知水质情况 水中的微妙变化 它都能准确地察觉到 据技术人员介绍 智能监控系统的第二部分是传输 传感器会把感知记录下的数据 通过无线网络 实时地传输到无线控制网关 也就是控制器 控制器与水中的增养设备连接 从而实现了它的第三部分功能 控制 这就是控制器 养殖户可以现场控制 实现开启或关闭增养设备 它可以手动控制增养设备 当然也可以自动控制 养殖户还告诉我们 除了现场控制 它们还可以远程遥控 控制器会通过GPRS 无线移动通信技术 给手机发送短信 通知养殖户吃糖需要增养 养殖户回复控制命令 无论身在何处 都可以用手机远程遥控增养了 为了令养殖户更省心 一星市农林局还组织建立了水产养殖物联网控制中心 在水产养殖智能监控系统综合服务平台上 汇集了周边所有养殖户的养殖信息 平台管理员会实时监控 一旦发现水家的养殖控制系统出现问题或稍有偏差 就会及时做出辅助调整 帮助养殖户维护和完善 当然养殖户也可以登陆综合服务平台 实时监控池塘水质参数变化 这是我们的水产养殖监控管理系统 用户可以通过手机互联网 登陆我们的综合服务平台 实时的了解池塘的农结养水温的数据 考虑到天气对水质 尤其是农结养的影响 专家们配备了小型农用气象站 专门监测水域附近小环境的气象值 包括风速、风向、太阳辐射以及雨量等数据 通过无线传输到综合服务平台上 依据该气象数据进行分析 以便更好的预测水质参数变化趋势 这样一来就能够提前采取调控动作 起到预警作用 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数字化的智能监控 悄然间 物与物、物与人 所有物体顺利成章地连接成一张网络 而这就是物联网 专家们继续采用物联网技术 研发了另外三大系统 饲料投尾决策系统 远程疾病诊断系统 质量追溯系统 让大闸蟹 让养殖户们实现幸福养性 这个通过物联网技术 我们不光为农民 通过自动增养来解决 这个技术上的东西 另外我们还通过农养的变化 来指导农民投尾的数量 那么农养高 核心的在池塘活动的范围广 这个尺寸量大 那么一般到农养 这个比较低的时候 我们会介意农户 减少这个饲料的投入量 养殖户可以在水产养殖 智能监控系统中 选择投尾决策 输入螃蟹设施养殖面积 养殖密度 水草覆盖率 最高农养等参数 系统会给养殖户 提供一个当天的投尾建议 另外 如果大闸蟹生病了 也不用担心 只要给生病的大闸蟹拍张照片 再配相应的病症描述 发送到平台上的疾病远程诊断系统后 就会有专家为病蟹诊断 提供应对措施和建议了 十月金秋谢正肥 辛苦劳作终于有了收获 为了让消费者能够放心购买 并且提升一星大闸蟹的品牌形象 运用了质量追溯系统 消费者在购买时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 大闸蟹的产地 养殖者 甚至曾未养的饲料等信息 都可以查到 一目了然 同时 消费者还可以查询系统 生成的独一无二的防围码 通过电话或登陆相关网站 输入防围码 进行真伪查询 了解了鹅鱼混养 又认识了新兴事务农业物联网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 都对未来的农业生产前景 充满了想象和信心 这也是科技 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惊喜 在这里 也要鼓励农民朋友们 不断学习和接受 先进科学的知识和技术 一定会对您的生产 受益匪浅 好了 本期的网天地 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 栏目的更多内容和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 我们再会